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也会有想过 17岁被太小了 会不会大家不能够接受说 17岁应该在念书啊 干嘛不念书就跑来当什么艺人的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 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 一批取名为不可爱 可勤希望自己 不要只是被冠上可爱的称号 反而要大家注意他的才华 并强调 17岁踏入乐坛 没有所谓对与错 为什么我17岁我就不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呢 不是很怕被冠上可爱 只是很怕被冠上只有可爱 我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 我的内心的一些想法 像我可能对音乐的一些执着 或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我 一直的努力 我真的一直在改进自己 希望大家也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好好地去自我争执 自我提升 可勤是唱片公司 2010年第一位发片的歌手 为此他特别诚心 师兄与师姐的看意事件 纯属开玩笑 而且师兄启正 缺习记者会 让他感到紧张 我觉得都只是开玩笑啦 只是开玩笑 他们私底下还是很疼我 像启正不能来 他就有传简讯给我 然后家宣师姐 她今天就有来到现场 把我加油打气 所以我觉得 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题 收招EP不可爱 已经全马上架 随一批附送 打造不可爱女生 40分钟视频不落格DVD 让歌迷一窥 可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那至于销售量 其实公司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啦 就是说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没有说一定要卖多少 无关时社采访报导 其实我知道 有你在才重要 这感觉好为你 很多人都在顶着 预备一般 当天就打破了 我发现 substantive 感谢观看